那么就在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 中国的局势可以说是很不太平 连续发生了像新快报还有天安门诡异爆炸案等等事件 而前中共总理温家宝在卸任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恰恰就选在这个时机出炉 并且还高调宣传 似乎在释放着某种政治信号 10月31号出版的《温家宝谈教育》 是温家宝卸任17届政治局常委后所出的第一本个人专注 由中共喉舌新华网高规格独家进行网络首发 大陆媒体也纷纷进行大篇幅报道 报道说温家宝早在5年前就筹划出版这本书 而且从策划内容出版社再到出版时机 都是温家宝精心安排或挑选的 这本新书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这在离退休的中共领导人著作出版中比较少见 温家宝的上任中荣基至今出版的三本著作 都是由人民出版社一家负责出版 对此人民出版社社长黄淑源介绍说 这是温家宝本人的意见 而美国布朗大学退休教授徐文利观察发现 日前一部被称为中共典型的洗脑片子 较量无声在中国网路疯传并引起社会讨论 紧接着温家宝出书这个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这样子的一个片子是非常的鲜明表示一种态度 他们的所谓反美反西方和整个民主社会的股市价值的思想 而且用阴谋论来诠释国际关系 虽然他们说是内部片子 但是在优酷上都可以看到 就不是内部片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温家宝出书 以谈教育问题 含他自己想法 说明在他们的新的三中全会之前 党内的斗争是非常的激烈 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新闻网报道认为 导博推手温家宝被高捧 释放强烈的岛江信息 因为温家宝是江泽民派系眼中的头号政治宿敌 和改革派代表人物 如今被高调宣传 而一向喜欢作秀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却几个月没有在官方媒体露面 这代表了中南海的态度 江泽民的另一个死对头朱隆基 10月23号也在超级陪同阵容下现身 同时 新华网11月1号报道 朱隆基讲话时录一书的英文版 10月9号已在美国纽约首发 大纪元报道指出 温家宝高调出书 大谈教育 指点江泽民与拼头陈志立的死穴 呼显中南海高层火拼激烈 像朱隆基文家宝等这些人 他们已经不具备了像过去那样的一个铁腕的人物 和政治的影响 但是呢 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一个势力的范围 有自己的关系的网络 有自己的人脉 那么通过这种路面的方式 逼一方的去打气 1998年 江泽民任命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志立 为教育部长 大搞产业化 範改历史 随之而来的 便是中国教育系统被搞乱 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和危机 2001年12月 陈志立制下的教育部 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 不再称越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 而把卖国贼李鸿章 美化成忧国忧民的害国者 不仅如此 陈志立还主动直接执行江泽民的打压政策 将攻击信仰团体法轮功的材料 添入中小学教材 以学生的考分和升学前途相威胁 逼迫学生就范 在2003年后 周济接手教育部部长 而温家宝的十年教育问题正式回溯至2004年 不过 徐温利表示 温家宝的书对中国整个政治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还有待观察